hello 夜文fashion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肉肉世纪 首先呢 想先请你为大家展示一下你今天的穿搭 就是今天 今天这边是 其实是有漏肩的 对 但是有点难为情 遮伤了 为自己刚发的EP 硬卖一个案例 想要体验飞的感觉吗 快去听vibe吧 三首新歌你自己最常哼的是哪一段 是恶意吧 就是每次半夜饿了的时候 就会就会莫名的想到恶意这首歌 你是wink 苦手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了 那还有没有什么是别人都会 但是你好像不太行的事情 比如所有跟田径运动有关的东西 跳高 跳远 跑步 跨栏 就是不行 跨栏也跨不过去 一个栏都跨不过去 跳远的时候我跳得很高 跳高的时候我跳得很远 你自己的私服最爱是哪种style 我所有的私服基本都是oversize 宽松垮垮的 挑一八五买的 就所以我还蛮经常穿男装的 说出你觉得你认为私服最好看的圈内好友 乃万吧 我见到乃万每一次无论什么样的场合 什么时间 就是大家有多熟 他都一定是就是全副武装 他是连饰品项链戒指都带拳的那种 就是跟朋友出去吃饭 手上会带四五个戒指的那种 你知道我觉得 哇哦好精致啊 说出你最无法理解男生穿什么样的装扮 比如说就是他们会经常吃巨子买那种篮球鞋 是那种就是整个鞋子是漆 漆皮亮面红色 发着光 然后那个旁边还有翅膀的那种 穿上之后在全班炫耀的时候 我就是还蛮疑惑的 我看了一副 光速 那个称呼锦 去探队 耶 啊 顶楼不就是这个台词吗 啊 有粉丝问 之前立的把亲你三公演的每个歌翻唱一遍的flag 还记得吗 记得 其实我有录好的 就是已经录好了某这首歌 但是一直躺在电脑里 第一是没有时间去就是做混音 第二是 好像还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气器去发它吧 平常会和亲你的姐妹们聊天吗 想看你们聚会 会啊 我们有群 然后平时如果闲下来的时候 大家也都会见面出去玩这样子 就一去临班家里玩 就是聚在一起一边吃东西 就是一边也不知道有什么可聊的 反正就是一群大傻 哈哈哈哈 就可开心了 今天这个包里装了一些 就是今天出去和平时出去工作的时候会装的东西 就有点口红 对 然后还可以防身 然后卡子 就因为做了头发 就是卡完了之后不会有痕迹 嗯 润唇膏 这是个旅行装 因为这种大小最适合放口袋里 就是那种变色的润唇膏 就是 就是粉饼 不是粉饼 就是 是散粉 因为我每次出差都会碎粉饼 然后我就干脆买了一个这种分装用的 把这个粉饼就放在这里面当成碎的散粉用 耳机 就是有充电仓的那种耳机 永远会丢 就是那种耳机 所以我买多少个 所以它永远只剩下一个 或者要么仓在两个耳机都丢了 所以我只适合这种就是拴在脖子上的 一定不会丢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把所有东西都挂在过头上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 然后也祝大家天天开心 万事如意 早日报复